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道路片 据说当年上映时曾吓死过人 故事开始 一口新红色的棺果被男人三两下凿开 一具清朝服饰的女士躺在其中 时隔多年女士依旧皮肤饱满 男人有些胆怯 将颤抖的手伸到女士头边 拿走了凤冠与宝格 又顺走她手中的金如一颗玉珠 看着女士脖梗上的项链 男人抽出一条丝巾 绕过女士脖子打上死结 随后将脑袋伸入其中 缓缓拉起女士 把项链一串串的取下 接着双手按压女士而锤取出口中的定言柱 拿到最后一件宝物 男人准备离开时 余光瞥见女士身下的真丝被淘 立刻动起歪心思 将粉色麻袋中的珠宝取出 放在女士身下 随后便动身爬出道洞 回到住所后 六人看着堆成小山的财宝 各自露出一样的神奇 只有男主是沉看着众人的表情愁眉不展 他知道这支队伍有人起了一心 而比起买枪打鬼子 众人更愿意评分珠宝回家